大家好,我是侃侃有余的主播,在我开始之前,记得订阅本频道,打开小铃铛。 这样我发表新内容时,你才能获得最新的节目通知。 在半导体行业持续发力人工智慧AI的背景下, 格罗芳德迟迟未进军7奈米及以下先进制程引发业界担忧, 怀疑其能否深度参与人工智慧市场。 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纷纷进军先进制程工艺, 而格罗芳德自2018年8月起,宣布无限期搁置7奈米以下技术研发。 目前,格罗芳德年收入不到100亿美元, 格罗芳德执行长Thomas Caulfield最近在新闻发表会上宣布, 他们只有在获得客户订单后才会扩大生产。 研发投入方面,格罗芳德相比其他晶圆厂也要少很多。 2024年计划资本支出仅为7亿美元, 即使是在半导体行业快速扩张的2021年至2023年, 资本支出也仅为20亿至30亿美元。 业界认为,格罗芳德此举也避免了盲目扩产, 以防产能利用率过低。 目前,格罗芳德的主要客户包括AMD、高通、博通、 温智浦、三星等,近两年, 格罗芳德在开发汽车晶片方面的努力也已初见成效。 格罗芳德管理团队表示, 该公司在汽车晶片领域的收入在2023年已达到10亿美元, 预计2024年将超过10亿美元。 不过,由于工艺节点仍停留在中阶的14奈米、2奈米, 格罗芳德在通讯基础设施和数据中心领域的业绩下滑66%。 格罗芳德执行长Calfield认为, 格罗芳德应利用现有中阶技术平台实现客户 期望在7奈米平台上达到的目标。 格罗芳德商务总监Neil Anders Kahl进一步指出, 格罗芳德的工艺路线图展示了12奈米节点新版本, 为客户提供更好的价效比, 特别是目前12奈米工艺最大中阶市场, 智慧行动装置领域。 格罗芳德并不一定要转向7奈米才能满足客户需求。 在其他晶圆厂巨头纷纷享受AI带来的商机时, 格罗芳德如何抓住这一几率? Andersko认为, 目前数据中心的两大增长前景是西光子技术与电力传输。 格罗芳德认为, 向生成式AI转变, 将增加对高频宽通讯以及高效功率转换的需求, 而格罗芳德的西光子技术和功率输出解决方案, 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一趋势。 与此同时, 新思科技Synapsys五月中旬宣布, 携手台积公司在先进工艺节点设计, 开展广泛的EDA和IP合作。 这些合作成果已应用于一系列人工智慧AI、 高效能运算、HPC和行动设计中。 其中, 双方的最新合作是共同优化的光子机体电路PIC流程, 使西光子技术应用赋能更高功率、 效能和电晶体密度的需求。 值得一提的是, 业界高度认可新思科技的数位和模拟设计流程, 这些流程可用于台积公司N3N3P和N2工艺技术的生产。 目前, 两家公司正在共同开发, 包括新思科技DSOAI在内的下一代AI驱动型晶片设计流程, 以优化设计并提高晶片设计生产力。 新思科技还针对台积公司N2N2P工艺, 开发了广泛的基础和接口IP产品组合。 此外, 新思科技、 士德科技Keysite与ANSYS共同推出了全新的集成设品RF设计迁移流程, 以实现从台积公司N16工艺节点至N6RF Plus工艺节点的迁移。 具体来看, 新思科技针对台积公司N3P和N2工艺的可投产数位和模拟设计流程, 已被应用于一系列AI、HPC和行动设计领域。 该AI驱动的模拟设计迁移流程可实现工艺节点间的快速迁移。 在新思科技已有的针对台积公司N4P-N3E和N3E-N2工艺节点迁移的设计流程基础上, 新增了用于从台积公司N5-N3E工艺节点的迁移流程。 此外,可护操作工艺设计套件, IPDK和新思科技IC Validator物理验证运行及以可供开发者使用, 帮助晶片开发团队高效地将设计迁移至台积公司的先进工艺技术。 新思科技IC Validator支持全晶片物理铅盒, 以应对日益复杂的物理验证规则。 新思科技IC Validator线已通过台积公司N2和N3P工艺技术认证。 AI训练所需的海量数据处理要求低食盐、高能效和高频宽的互联, 这也推动了采用锡光子技术的光学收发器和进贡封装光学器件的应用。 新思科技和台积公司正在面向台积公司的紧凑型通用光子引擎 COOP技术开发端、道端多罗晶电子和光子流程解决方案, 以提升系统效能和功能。 该流程包括利用新思科技Optocompiler进行光子机体电路设计, 以及利用新思科技3DIC Compiler和ANSYS多物理厂分析技术进行电子机体电路EIC的继承。 目前,新思科技正在针对台积公司的N2和N2P工艺技术开发广泛的基础和接口IP组合, 以助力复杂的AI、HPC和行动SoC应用,加速实现流片成功。 基于N2和N2P工艺节点的高质量PHYIP,包括UCIE、HBM4与3E、3DIO、PCIE7X与6X、MIPICDPHY和MPHY、USB、DDR5MRDIM和LPDDR6与5X, 开发者能够受益于台积公司先进工艺节点上的PPA改进。 此外,新思科技还针对台积公司N3P工艺技术提供经过C验证的基础和接口IP组合, 包括224G以太网、UCIE、MIPICDPHY和MPHY、USB DisplayPort和EUSB2、LPDDR5X、DDR5和PCIE6X, 以及正在开发中的DDR5MRDIM。 新思科技针对台积公司先进工艺节点的IP已被数十家业内领先公司采用, 以加快其开发进度。 新思科技EDA事业部战略与产品管理副总裁Sam Jay Bolli表示, 新思科技在可投产的EDA流程和支持3D Blocks标准的3DIC Compiler光子继承方面取得的先进成果, 结合他们广泛的IP产品组合,让他们与台积公司能够帮助开发者 基于台积公司先进工艺加速下一代晶片设计创新。 他们与台积公司数十年的紧密合作建立了深厚的信任, 持续为业界提供了至关重要的EDA和IP解决方案, 帮助合作伙伴实现跨工艺节点的快速设计迁移, 从而大幅提高结果质量和生产力。 台积公司设计基础设施管理部负责人Dan Koch-Patron表示, 他们与新思科技等开放创新平台OIP生态系统合作伙伴紧密合作, 赋能合作伙伴更好的应对从iMG器件到复杂的多罗晶晶片系统等 一系列高效能运算设计领域中极具挑战的晶片设计需求, 始终屹立于创新的最前沿。 台积公司与新思科技将继续携手, 助力开发者基于台积公司的先进工艺节点, 实现下一代差异化设计, 并加快成果转化速度。 那么,本期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你的观看, 期盼能与你产生共鸣。 侃侃而谈, 库论有余。 最后, 请你点赞, 订阅。 这是对本频道最大的支持了。 谢谢。 谢谢。